下面 让我们欢迎马来西亚的陈秋美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令儿子走出心灵阴霾 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赐给人间的殊胜法宝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管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莫合萨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诸位佛菩萨以及荣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如今洪台展师父 尊敬的法师们好 大家好 感恩菩萨妈妈成全能难弟子 仍有这个机会 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我是2014年 有幸得到一位朋友 结缘法会官爹 得知心灵法门 但却没有开始念经 直到有一次 在面子书上又再看到师父法会视频 深深深地震撼我的心 号码 原来就是师父独腾的线号码 这也许就是缘分吧 修习心灵法门那么多年来 最令我牵挂的就是我唯一的儿子 也许儿子 也许儿子自小就是独身子 夫妻间自幼鱼吃的慈禅 大声说话 造成了 造成了儿子与人接触方式 有益 身之这样的情况 再持续下去 一定不妙 当世人感恩在那末无处的时候 我已经休息心灵法门 我打通了独腾电话 师父指点 需要喜愿86张小房子 给儿子的药金者 放生380条鱼 通过念经喜愿放生 来帮助儿子走出阴影 虽然过程实属不易 但真的很感恩菩萨妈妈 还我一个身心健全的儿子 让儿子开悟 也懂得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现在他已经能够 自己念功课和小房子了 感恩心灵法门 那么多的法宝 只要我们不放弃菩萨妈妈 一定慈悲成全 接下来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 阅读白化佛法的诸圣实际 白化佛法真是法宝 地址永远忘不了 一次阅读了白化佛法 真的就不知不觉的 好像进入梦境了 但感觉好真实 我听见了菩萨妈妈叫我跟着她来 我既然被带到天上去了 真是比末无法形容的朱胜美 梦境里并没看见菩萨妈妈的脸 但切切实实让我印象太深刻了 过了好久 回想起了还是那么令人心慰 也增强了我对白化佛法的信心 心灵法门真是菩萨妈妈 是与人间一个最好的法门 师父不辞劳苦地用自己的言行实践 菩萨的意愿 用包容宽容和智慧 来指导我们的人生 我们敬爱的师父 我们都知道你用生命在救度众生 我真心感恩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自度度人 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 做好安师的护法 遵守心灵法门的规则 和师父一起弘扬 光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与中华传统文化正能量 和佛法的正信正念 救度众生 让更多有缘众生 离苦得乐 把握机缘 一事修成 断轮回 只要我们坚持在法传上 未来一定越来越好 以上是自己修心 请我们的历程 如分享过程中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还请菩萨和夫法神原谅 感恩喇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莫沙 感恩喇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诸位佛菩萨 以隆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 慈父如今弘台长 感恩大家 感谢